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站台的张静轩就开心默认已有千万身价 因为我不是新人了 所以其实签约费多少对于我来说 并不是最早演的 对于我来说我最看重的还是未来的发展 是比较可观的数字 除了找到大树落脚 张静轩已透露自己将发行散文影集 再加上录音室老板身份 张静轩离高富帅就只差一个身高了 回顾出出道时借钱度育的穷困潦倒 张静轩绝对堪称屌丝逆袭的好典范呢 我有问别人 我有问公司借过钱 刚刚入行的时候 因为其实做新人的那几年是最艰苦的 所以的确经济环境可能最差的也是 一开始做新人的那几年 最后一开始做新人的那几年 最后一开始做新人的那几年 最后一开始做新人的那几年